你过来一下 怎么了 这是今天的会议机啊 那你先忙 好 跟我回头联系 对了 如果你有姜黄色的理带的话 我建议换一条 给你的办公室更打理 好 孟小姐的审美很好 只是沈亿是总裁 如果一场穿着太暴露的话 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暴露 我们都是职业女性 职场有职场的潜规则 如果平时穿得太好看的话 可能会在谈事情的时候 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徐总 待会开会的人提前到了 麻烦您先帮忙预付一下 好 知道了 那我先去忙 嗯 拜拜 我的意思是 职场的穿着 可能和你平时的认知 有差异 你好 想必这位就是徐总吧 这是我们做的修改方案 麻烦帮助徐总拿一下 大家都说你年轻有为很能干 嗯 你好 我是LS副总 徐星瑶 那这位是什么总 我是莱迪赴亮 可能还有完喉二位 再等一下吧 我要去送送这位 孟总 好 孟小姐 沈总让我通知你 明天参加酒会 酒会 我 算是弥补上次团建的不周到 可是我没有参加过 这么正式的场合 主要装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衣服啊 毕竟是酒会 我穿得隆重点就好了 孟小姐穿礼服肯定会很好看的 好 谢谢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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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dein mismo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有什么忙吗 走 大家前面看看 沈亿 张总 你好 你们公司前阵子那个节目啊 播得很不错 听说你还认识了个小女朋友 什么时候介绍一下 给我们大家认识认识啊 今天工作场合 不太适合说这个 那 喝一个 你看那谁啊 他怎么穿得这样 拍电视剧呢 他就是我们知道的 谁啊 你怎么来了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 我不知道是这样的酒会 我以为就是那种普通的 这位是 这位是 这位是孟茴 孟小姐 我们沈总的女朋友 是她女朋友 怎么回事啊 我刚才问你的时候啊 你还顾左右而言她 你看看 这都已经把人带到这儿来了 我去下洗手间 这位是孟茴 孟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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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成年人 没什么 只要你表现得大方得体 一切都会很自然的 现在已经累了 你要是再继续 我只会更尴尬 这回事都成了 为什么你不住 孟茴 你可以的 你不要给沈一天麻烦 我要放另外一个人 你出来 你不要给沈一天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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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常因为行程太多 而穿错衣服 咱们大家又不是搞秘密组织的 我组这个局啊 也是希望大家能在一起 多聚会聊天 我是真的为了打球 谢谢你 我听说你是做化妆师的 对 我也会接一些品牌推广 做美妆测评 所以对于今天聊天内容 我也挺感兴趣的 也不算完全无法容忍 有意思 那孟小姐 是奋斗在市场一线的 那我想请问一下 你对明年彩妆的流行趋势 有什么高见呢 我们张总 可是做眼影起家的 非常的厉害 高见谈不上 不过我个人 倒是有些见解 就眼影的流行趋势来说 我认为明年的爆款 说不定是科技感 女孩子嘛 总会对一些 比较虚幻的东西感兴趣 比如说这两年大红的 人鱼鸡色 还有独角兽色 说实话 我们哪个人真的见过 独角兽和美人鱼啊 更别说他们的颜色了 有意思 化妆就像穿衣服 我们挑选眼影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决定了 我们今天所要扮演的角色 比如说通勤我们会用大地色 约会呢会用桃花色 吵架会用姨妈色 出席聚会呢会有蝙光色 就比如我今天 不知道是这么休闲的场合 还在眼影上加了些珠光 张总 LS计划明年耗资1.2个1做产品研发 不知道贵公司 有没有兴趣合作 推出联名限定款呢 你呀 有点小看了自己的女朋友啊 她其实不需要你用这种方式 提的结尾 与其说你是英雄救美 不如说 你其实是在化解自己的紧张 今天谢谢你陪我换了衣服 我很开心 而且还认识了很多业内的前辈 知道了迷您的流行趋势 只是以后 你能不能别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进入我的工作场合 好 我以后不会了 今天给你添麻烦了 其实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冷静几天 是因为我吗 不 因为我 最近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我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 还有 我们的感情关系 好 我这几天也特别忙 那我们过几天再联系 我先走了 拜拜 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外面有公交车 直搭我家 你放心 谢谢 好 谢谢 我没有办法 我的家人 现在已经习近了 你不如